你在工作中有没有这些苦恼 遇到问题卡住了想上人求助 但是呢又怕打倒的对方 一纠结就是一整天 会议上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 你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贡献一下思路 甚至是基于你具有的信息 你需要提出不同意见 但你就是开不了口 汇报工作明明自己也做了不少事 却不好意思说 生怕显得像自吹自擂 结果汇报的寡淡无奇 自己讲完都在想 我说了个啥呀 甚至从亲戚老板来 因为他竟然听了这么久自己的废话 内向型的宝宝在职场往往会遇到几类挑战 在人际沟通和协作上容易情绪内好 做事进度慢压力大 在需要发言的场合容易闭麦或者发挥不好 导致别人觉得自己没想法或者专业能力不行 不懂得自我展示 妄自菲薄 存在感低导致得不到机会 而且自己就是内向型的人 所以对于这样一些场景痛点真的是深有体会 从顶级快销公司管培 到优步市场经理 再到互联网公司市场总监 我有过不接受自己的内向性格 想要扮演成另一个人却很尬的时候 也有过完全不想改变躺平 但是却影响了工作的时候 我尝试过一些调整踩过坑 也得到过正反馈 到现在算是慢慢摸索出了一套方法 能够避免内向性格的不免影响 甚至发挥自己性格上的一些优势 今天就想结合我自己9年的职场经验 和大家系统分享一下 内向的同学怎么在职场更好的生存成长 发挥价值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期视频有大量的实操经验分享 建议收藏未来多半用得着 第一个建议是正确理解性格和职场这两个词 理解性格指的是 我们要知道内向外向都只是性格特质 没有高下之分 每个性格真的都有它自己的优缺点 性格差异更不意味着能力的优劣 我们也不要逼自己成为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一方面扮演一个自己不是的人 容易很别扭 自己不舒服 另一方面也很难扮演的好 容易让别人也别扭 比如说我就曾经尝试过 在半周上主动讲冷笑话 开启话题活跃气氛 结果成功的让场子彻底冷了下来 冷了下来 另外我们最好不要处处都拿性格当挡箭牌 比如说内向并不等于做事不积极 所以我们就不要拿它当成自己 不主动解决问题的理由 这就好比外向并不等于没心没肺 不能够拿它当做做事情 不考虑别人感受的理由一样 理解职场指的是 我们不要过度放大性格在工作上的重要性 其实职场最重要的事 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只要我们能高质量的交付工作 就能够在公司立文脚跟 还有不少朋友觉得职场沟通 就等于职场社交 就等于搞关系 甚至站队 其实不是这样的 职场沟通最基础最重要的 就是基于业务需要做好沟通 推进工作解决问题 所以不必把职场沟通妖魔化 搞得好像老板的一句 辛苦了 同事的一句 我们对齐一下都暗藏玄机 有很多勾心斗角一样 真缓转 咱们回家再看 工作上关注高效协作就好了 职场和性格的关系主要在于 有些类型的工作 可能对于某种性格会更容易做好 比如说主持年会这种工作 可能更适合外向的同学 而闭关协作一个月 可能对内向的同学会更容易 第二个建议是一定要在工作上 尝试打造出优势项目 找到自己的独特定位 说白了就是打造个人标签 让别人一说起某个领域 或者某个专项技能 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你 这样不需要咱们内向的宝宝 给自己做广播刷存在感 自然就会有存在感 先分享一个我前同事的例子 而且工作的第一年 有一个任务是在定期报告里面 要展示几十个渠道 每个渠道 它前十名的品牌排名 而且是用logo图去展示 我很长时间的做法 都是先在数据库里面 去跑出来品牌排名 然后在笔罩的品牌名字 一个一个的把它替换成品牌logo图 这个工作就非常手动 我每次做完都要变成对对眼 整个人感觉掉一层皮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优化 那是一二年 很多自动化的工具都还不太普及 后来是同事给我介绍了 一位公司里的Excel大牛 结果这位大牛真的用Excel帮我实现了 一键把所有的品牌名字 自动替换成为品牌logo 节省了我好多时间 我对他特别感激 所以工作上有什么我能够去帮到他的 我很愿意去多做一点 而且我也会主动去传播他的美名 那像这位同事 他就是具有了一个优势标签 在一家几千人的公司里 一说起Excel 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他 你可能会问了 我没有优势标签怎么办 很简单 这是可以自己努力去打造出来的 比如我姐刚工作的时候 也啥啥都是小白 而我所在的市场部 同时有一个比一个外向 一个比一个会来事 那我作为一个内向的人 我不会和大家去PK 谁嘴巴填 谁会讲野 我就好好地沉淀我的分析技能 比如我会刻意练习 去记忆公司的各种业务数据 甚至自己抽备自己 我也会主动地去了解和学习 同事们在使用的分析模型 甚至在旁听各种会议的时候 我也会记录和整理 那些分析能力强的同事 他们在讨论业务史用到的思路和角度 这样通过大半年的积累 我在分析类的工作上越来越擅长了 同事们遇到这一类的工作 也经常找我讨论 我就在团队慢慢有了差异化的定位 第三个建议 是针对职场中相对高频重要 而自己又容易表现不好的场景 一定要专项练习 首先我们内向性的宝宝 不用要求自己 把每个薄弱项目都去攻克掉 我们可以针对像开会 树指这样一些重要 躲不开的场景去专项的练习 还可以针对像推进他人工作 处理冲突 这样一些相对常见的工作场景 练习和优化我们的处理方式 而至于像主持年会 活跃会议气氛 这样一些角色 我们就不要逼自己去担当了 还记得儿姐的例子吗 放过自己 其实也是放过观众 练习的方式 简单总结可以叫做 记录模仿 提前准备 执行行动 复盘迭代 我们以参与开会为例 说明一下它的意思 一 记录模仿 我们可以在平时参加会议的时候 就有意识地总结 记录那些发言有条理的同事 他们讲话的方式 以及那些说话 让我们觉得听着舒服的人 他们怎么讲话 会后就可以尝试去模仿 附属他们的发言 通过这样的过程 我们可以加深印象 内化支持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些 优质的博主 他们相关的视频分享 学习记录他们建议的发言方式 然后假定现在有一个会议议题了 比如说就假设是 你要在周会上 去汇报自己的当周工作了 那么就用到在视频中 学到的方法去练习表达 二 提前准备 在那些我们需要参与讨论 尤其是我们被预期了 要贡献想法的会议上 一定要提前准备 比如说会前联系一下 主持会议的同事 了解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 预期产出是什么 以及对于自己 在会议上的贡献 有没有什么预期 然后再提前去整理 自己这边具有的相关信息和观点 三 执行行动 在会上发言的时候 如果不太敢脱稿讲话 完全可以在发言之前 自己快速在一张纸上 写一下发言大纲 比如说自己想讲的 核心结论是什么 论据有几个分别是什么 即使在讲的时候 需要看一下大纲 也不会显得太失礼 四 复盘迭代 会后总结一下 自己在会议上的表现 哪些地方做得不错 哪些地方还需要提升 怎么提升 又比如说换一个场景 有的同学特别苦恼 就是怎么在推进别人工作的同时 不至于过度打扰对方 或者显得太激进 导致对方不舒服 那么也是可以用上 刚才说的这套方法 首先是记录模仿 同学可以观察 身边和自己经验资历 差不多的同时 推进工作做得比较好的 他们是怎么做的 之所以强调经验资历差不多 是因为他们的做法最有借鉴性 而你老板的老板 他怎么做的 不一定你能够用上 也可以看一些知识博主的分享 或者听一些靠谱的职场沟通内课程 把他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解法建议 运用上学到的这些技能 然后是提前准备 在真实遇到需要推进别人工作的场景时 要提前问自己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要推进的这个工作 他有什么优先级吗 最重要必须尽快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相对什么是不那么急的 我提出要做的这些事情 对方哪些事情会有张力吗 我对此又有什么样的一些 应对的办法或者建议 总之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善于 和人现场沟通 那就更加需要去提前准备和预言 至于第三步执行行动 和第四步复盘迭代 逻辑和前面讲的差不多 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第四个建议 是在出现纠结内耗的时候 问自己 这件事对于我做好工作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考和行动 如果是对工作会有显著的影响 那就要逼自己做出改变 这里分享一个额解的经验教训 我第一次独立负责 去写某个食品行业的分析报告时 感觉特别无从下手 我对于分析的角度和思路都很迷茫 但是又不敢跟老板讲 怕显得自己能力不够 也不好意思去问同事 因为我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工作 没有什么关系 感觉会特别打扰别人 于是我有三个工作日 每天白天都是像无头苍蝇一样 拉各种数据 但是根本没有想好 这些数据要怎么用怎么看 晚上我也睡得不好 到了第四天 我已经非常难受了 因为我的分析可以说是毫无进度 这个时候我很纠结 一方面我感觉自己 真的要搞不定这个分析报告了 另一方面我又不敢跟人讲 怕暴露自己又傻 过去几天又什么都没有做 意识到我这种纠结的状态之后 我开始尝试和自己对话 我问自己 现在如果我要如期交付这份工作 是不是一天都不能再耽误了 我现在是不是对于这个分析任务 仍然毫无头绪需要求助于别人 如果是的话 我就必须行动起来 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最大的心理障碍点在于 我怕别人觉得我啥都没做 还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 于是我不断跟自己说 已经是这样了 现在讲总比继续拖下去要好 同时我也尝试去汇总了 我跑过的各种数据 我能够从中目前去得出的乱七八糟的各种结论 以及我的困惑点等等 总之就是还是尝试把我做过的事情 理理顺再去求助 至少让别人知道 我不是没努力就想买嫖 而是确实遇到困难了 整理好之后 我先找了一位关系近一点的同事 得到了一些方向性的建议 然后又赶紧击他的建议 多去跑了一些数据 再找老板汇报和寻求帮助 开口前的那一刻真的很难 但一旦说出去开始对话就好很多了 老板的批评没有想象的猛烈 没那么吓人 反而我因为有了方向 整个人慢慢放松下来 事情也上正轨了 后来我的分析报告做的还不错 甚至还得到了大老板的表扬 这件事给我还有一个启示 就是作为内向性的宝宝 有时候我们可能要给自己洗洗脑 让自己更加没脸没皮一点 比如说工作上爱了批评也没关系 别太在意 只要工作再推进就好 同时我们还可以用上一些小的技巧 来降低自己做事的内耗 举个例子 有些新入制的同学 特别不好意思问问题 怕老是打扰别人 但是不问呢 自己又会很多事情搞不明白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和对方商定 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去提问题 别的时候就先把问题汇总记录下来 到时候一起问 这样既能够降低对别人的打扰 自己提问也更没压力 刚才聊到的是 会严重影响工作进度的事情 纠结的时候就要逼自己去克服 那么对于那些 不那么影响工作交付的事情 而且就建议 纠结的时候就不要逼自己了 直接躺平吧 比如有的同事爱组织聚会吃饭 经常叫大家一起 内向的宝宝 在这种场合就容易觉得累和紧张 但是又觉得不去会不会太好 而且对此的建议是 刚加入团队的时候 可以去一去 体现自己融入团队的意愿 后面可以少去或者不去 避免自己过多被这种人际互动消耗 你可以这么想 你在饭桌上坐着沉默不语 或者在KTV不唱歌 不喝酒也不打扣 那和你本人没有参加这个活动 也没多大区别 何必委屈自己呢 这些活动多参加一点 好处可能是能听到一点信息 可能混个脸书 可能呢对于推进工作有一点帮助 但不会是多么显著的帮助 而且关键是 内向的人也不擅长在这种场合表现 不一定能够起到混个脸熟的作用 那如果公司的风气 就是要求你必须陪酒陪笑 陪参加各种奇奇怪怪的团建活动呢 对此而解只有两个字 快逃 最后一个建议是 不用尝试讨好所有人 或者和每个人都交朋友 我们做到能力范围内的与人为善就可以了 内向型的宝宝 还容易踩到一个坑 是不敢拒绝 有时候稀里糊涂 给自己懒了一些活 搞得自己很累 而且想提醒大家的是 真的没必要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 能力范围内 我们能帮到别人的就去帮助 当时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也是广结善缘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别人的需求让你有点为难的话 就要想一想这件事情 该不该你做了 如果影响你的本职工作了 那就要学会拒绝 当然拒绝的方式可以委婉和艺术一点 比如说你可以讲 其实这件事情我很想帮你一起做 但是现在我手上有个老板的急活 什么时间节点前必须得做 所以我可能真的没办法 要不和老板商量一下 内向型的宝宝 有时候还会不满意自己 在公司认识的人不多 或者不会和别人主动建立关系 对此而解的建议是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自如的和别人自爱手 这当然是好事 但是这些点都远不如在工作当中 做好每一次和同事的正常接触重要 比如按时交付工作 清晰表达观点等等 我们一定要把注意力和重心 放到工作以及和工作相关的沟通上 这样你的能力到位了 在任何一家正常的公司 都是会受到认可的 这就是额姐结合自己 9年职场的亲身经历体会 想和大家分享的 给内向型人的职场生存指南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和启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觉得有帮助的话 让我看到我们内向宝宝 团结的三连好吗 谢谢 感谢观看